这个小女孩太贪吃了 竟然把抓下来的青草 全都夸夸地塞进嘴里 母亲见状想阻止她 可已经为时一晚 她大口地喝着巧克力浆水 结果她脚下一滑 直接掉进百厘米深的水里 不会游泳的她 拼命地在里面挣扎 眼看就要凉凉 这是一根管子凭空而降 伴随着巨大的抽离 小胖唰地被吸进去 随着快速地移动 小胖很快就消失不见了 原来这是所有人蒙昧以求的花园 不仅有巧克力瀑布 巧克力蘑菇糖 就连樱桃树上的苹果 也都是巧克力做的 大城堡也是用巧克力做的 砖块是巧克力 混凝土是巧克力酱 椅子也是丝滑的巧克力 很快国王和王妃就住了进去 但这天气温高达减50度 没一会儿巧克力就融化了 他们不知道危险来临 还觉得挺有意思 接着雕像和墙壁快速融化 屋里披露啪啦下起巧克力雨 眼看棚顶正在滑落 两人赶紧狼狈逃跑 而他的设计者正是威力旺卡 他是巧克力街的天才 研究出咬下去就变小鸟的糖果 能吹成热气球的泡泡糖 甚至永远不会融化的冰淇淋 而他小时候非常可怜 都十岁了还没吃过糖果 父亲把所有糖果扔进火堆里 男儿非常伤心 还好第二天他捡到一颗 可他只尝过一次巧克力 就再也无法忘记他的味道 他开始到处寻找巧克力 每次吃完还会记录下来 接着他萌生出一个想法 想要亲手做出巧克力 父亲得知后大发雷霆 直接把他赶出家门 15年后他建造自己的工厂 并在全程添上小广告 想要邀请5个小朋友 来参观自己的工厂 听到最后一位会送他神秘大奖 随后将5张金奖券放在巧克力里 装车发往全国各地 听到这个消息所有人都疯了 商场里的巧克力瞬间卖空 没过多久第一个金奖券诞生了 男孩在吃巧克力时 突然表情变得痛苦 竟从嘴里掏出一块金片 而这种带金奖券的巧克力 全球一共只有5张 而应用金奖券的幸运 将在最神秘的巧克力工厂进行比赛 胜利者将获得亿万大奖 第二个幸运者是金发妹 他对巧克力完全不感兴趣 只是凡事都想争第一 他曾经把一块口香糖连交三个月 也不知道嘴里是啥味 第三个男孩是个游戏天才 凭借出场日期和最近天气 就能猜出金奖券在哪个巧克力里 这个长得消利消气的男孩也想要 但他们家实在太穷了 一家七口睡一张床 每顿只能吃白菜煮水 但第二天父母 破天荒送他一块巧克力 虽然知道中奖的几率很小 还是希望奇迹会出现 他舍不得想明天打开 可撕开包装后 里面并没有金抢权 虽然有些失落 男孩还是把巧克力掰成小块 分给全家人一起品尝 可爷爷还抱有希望 把攒了一辈子的私房钱 让查理再试试运气 很快男孩买回了巧克力 两人紧闭双眼希望能中奖 可惜的是这次又让他们失望了 很快第四个金奖券出现 被一个富二代得到了 他爹花十亿买来全市的巧克力 雇了一万多个人不吃不喝不睡 连续拆了五天散夜 凭借着超能力 富二代轻松获得奖券 五张奖券还剩最后一张 幸运的是查理在回家的路上 竟然捡到十块钱 没想到男孩运气爆表 来到超市买了一块巧克力 当他撕开包装 居然真的出现奇迹 这是一个大叔想用五百刀 埋下他手里的金券 大妈却直接加价到五千刀 可查理并不傻 拿着奖券快速地跑回家 得知这个消息 他患多年的爷爷竟然蹦到地上 兴奋地跳起一段广场舞 可让人意外的是 查理却不想去了 他想用金奖券换钱 让一家人过上更好的生活 听到这话全家人都沉默了 这是祖父告诉他 钱可以慢慢赚 但有些机会错过就再也没有了 于是查理和爷爷 以及其他小朋友在家人的陪伴下 终于来到神奇的巧克力工厂 这里面所有的东西都能吃 这些松鼠可不是一般人 他们正在认真地扒着核桃 使劲地敲打坚果 就能通过发出的声音 判断坚果的好坏 富二代女孩特别喜欢 想买下一只当宠物 而爸爸说家里的成物不少了 旺卡却很为难 这些松鼠都是经过几年训练的 给多少钱都不卖 女孩听后立马翻脸 既然你不卖 我就自己去抓 根本不顾其他人阻拦 松鼠对于他的到来全都瞪大眼睛 很快他选中一只 刚要抱起小可爱可突然 所有松鼠把女孩围在中间 瞬间将他扑倒 女孩疯狂地喊救命 旺卡也在着急地寻找钥匙 这是一只松鼠踏上女孩额头 光光敲了伞下 通过对声音的判别 他觉得这是个坏坚果 在这里坏果都要被丢进垃圾桶 于是所有松鼠拖动女孩 把他快速推进洞里 而那里竟是焚化炉 就是让女孩成功淘汰 接着他们来到软糖研发车间 吃了这种糖果 便可以快速地长出头发 竟是光头挡的福音 最厉害的就是这种口香糖 吃一块相当于吃十顿饭 但是现在处于研发阶段 可能会有副作用 但女孩不信非要尝试 没一会儿鼻子就变了颜色 接着是手臂和全身 更加诡异的是 她的身体慢慢变大 还没等她反应过来 整个人就变成一个超大蓝莓 最后只能被小矮人推到榨汁车间 将她的身体全部榨干 因此女孩失去比赛资格 随后他们坐上神器电梯 看到了无比高的阿尔卑斯山 工人们正在采摘糖果 还有粉红色的山羊 把替下的毛做成棉花糖 随后他们来到一个神秘车间 几个小人扛着巨型巧克力 把它放在原型工作台上 按下开关 巧克力慢慢飞起 一道白光闪过 巧克力居然消失不见了 下一秒竟出现在电视里 男孩把手伸起屏幕 就能把商品拿出来 游戏天才看到这一幕 迫不及待的跳了上去 她想亲自体验一下 结果她也被传送到电视里 可这里的人并不友善 不是在观光的打架 就是在疯狂的炒菜 男孩被折腾的挺无万夫 父亲赶紧把孩子拿出来 此时他变得跟手斑一样小 旺卡建议把他送去拉伸扯间 也许还能被拉大 由于刚开始小方太贪吃 不小心掉进巧克力河水里 现在只剩下差点一人 幸运的成为巧克力工厂的继承者 而其他四位小朋友 浑身都是巧克力的小胖 全身变成蓝莓色的小女孩 从垃圾堆里出来的富二代 以及被拉成纸片人的天才少年 全都灰溜溜的离开工厂 你们有没有发现一个问题 这些孩子要么特别优秀 要么特别有钱或者聪明 那为什么平平无奇的查理 会赢得最终的大奖呢 她是比气球还轻的女人 只见她脱掉200来斤的铁鞋 优的一下女人飞了起来 看到这一幕 牛顿大爷棺材板都要盖不住了 她小心地拿着小松鼠 飞了不到十万八千里 把小可爱送回了鸟窝里 接着杰克用绳子 一下一下把她拽了回来 不然她就会飞出地球 这里有很多和她一样的异能人 她可以把萝卜放大 拔不动没关系 金刚芭比搜的一下 就把她拖走了 想喝连白开 活女徒手就能将水烧到200度 不穿衣服就会完全消失的隐形人 这个男孩能操控玩偶 只要按上她做的小心脏 瞬间就能神器复活 还能控制他们进行战斗 这些小孩吃饭的方式都与众不同 男孩一张嘴 一窝蜜蜂瞬间飞了出来 还喷到小伙伴的脸上 他只能戴上草帽 用樱桃小嘴 把刚才放出去的蜂蜜吸回来 拇指上还有一只 刺溜一下也吃了 小罗利吃饭那是一个怪 拿起香喷喷的鸡腿 掀开后脑勺的头发 咔嚓咔嚓糟了起来 几秒钟就吃得紧光 但你想象不到的是 这些小孩都快100岁了 并永远停留在1943年的这一天 原来佩小姐是一只时空鸟 又有操控时间的能力 她让所有人一起走出房子 戴上防毒面罩 一枚炮弹从天而降 如果落地爆炸 别也将会一位平地 佩小姐按下秒表 泡弹和雨水瞬间停止 紧接着她转动秒表 周围的一切竟然发生了逆转 天空中的光线快速变换 几秒时间就从夜晚回到白天 但是有几个坏人绑架了时光鸟 想通过实验得到永生 可让人想不到的是 实验让他们变得人不人鬼不鬼 头戴面罩的人全身颤抖 还冒起了白烟 这是电线突然发生了短路 男人赶紧取杀了面罩 可怕的意外还是发生了 光斗的双手不受控制 五根手指开始疯狂变长 樱桃小嘴的男人也变成了 搭脸巴的样子 皮鞋被承包 小腿由粗再变细 嘴巴里长出了舌头 更加恐怖的是 男人没了上半个脸 只用了一会儿功夫 竟然变成了隐身的怪物 一个怪物挟持了杰克 让佩小姐当面掀出了原形 然后抓了起来 保护孩子们的重任就落到了杰克手里 因为他是唯一一个 能看到怪物的异能人 突然一只没眼睛的怪物凭空冒出 他一下抓住了眼前的男孩 小伙伴们惊呆了 因为他们只看到男孩 一个人悬在空中 杰克眼看男孩就要凉凉 瞄准怪物就是咔嚓一下 成功把人救了下来 随后女孩用超能力 让树枝变的簇装 他们从这里逃了出去 然而孩子们失去了时光圈 要想办法救出佩小姐才行 可是这里的怪物太多了 他们能行吗 女孩挂在垫缆上 眼看电车驶来 杰克用力转 还好在电车马上到达的最后一刻 转走了女孩 他像放风筝一样拉着风女 将怪物们引到了游乐场里 其他孩子用雪球砸在隐身怪身上 使他们逐渐显形 再吹上一层彩虹糖变成了活靶子 就在这时 一群被复活的骷髅大军冲了出来 别看骷髅长得小 脑子可好使 此时一个大聪明将怪物 引到海盗船旁边 怪物刚张开嘴 旋转过来的船体就将它创造在地 接着几个小骷髅上去一顿摩擦 这边两个小机灵拿上绳子和轮胎 将怪物绊倒在地 这是一个骷髅从天而降 一把大砍刀送它归了戏 接着一跃而起跳伤了摩天轮 从后面勒住怪物的脖子 任凭怪物怎么挣扎也无济于事 随后鸭唧一下摔碎了 还有最后一只怪物 金刚芭比跳上旋转木马 白掉一只独角兽猛推了过去 怪兽和独角兽手拉手跳海了 孩子们聚到一起准备救回佩小姐 可房间里却有两个杰克 就当几人傻傻分不清时 一只怪物猫了出来 吸血的一幕就发生了 怪物的老大被自己的小弟抓住 趴在地上领着河帆 杰克成功救出了所有时光鸟 和疯女过上了幸福的生活 并生下了66个孩子 如果你也有超能力 最想要哪一种呢 奇幻冒险电影怪物女孩 喜欢那可以看原片 感谢关注蛋蛋 下期见拜拜